根據哈佛教授Michael Porter 他說做生意只有兩種方法賺錢 一就是你相對的成本比對手低一點 Ready to cost 低 二就是你給到人客相對好的價值 按Price by Value Delivered 高一點 當然如果你兩者都能夠做到 你就先賺錢 但針一般都是沒有兩頭理 很多時候你都要二捨其一 兩家這裡大部分的商戶 選擇了A這個位置低成本 低價值的製造 如果去到中環Landmark 就可能很多商戶選擇B的位置 相對高成本 但人客的價值製造也都比較大 沒有說對與錯的 只要你能夠繼續把相對成本降低 或者將人客的價值製造提升 就可以碰到Provdivity Frontier 生產力的最佳線 賺錢才是最多的 最重要是Stuck in the Middle 相對的成本不高不低 相對的價值製造也不是大 跟其他競爭的對手 就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就碰不到那裡的Productivity Frontier 那賺錢也不會多 所以大家做生意 定位在哪裏呢 要多留意